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被称之为化工厂 肝脏是人体主要的消化器官,主要负责分泌胆汁,消化食物 所以肝脏在人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同时,它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冠 大家都认为肝代谢功能特别地强大,一般不会受伤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肝脏也是一个脆弱的器官 因肝脏上面没有破裂的神经,一般情况下不会感染到疼痛 这才导致好多人疾病一拖再拖,最后拖成了大病 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多人都特别地喜欢暴饮暴食 常有时没事地吸烟喝酒,作息生活不规律 而且还会熬夜又加班,这些行为都会加重各样的负担 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 想要更好维护肝脏的健康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身体肝脏的毒素能继续地排出体外 从而减轻身体肝脏的负担 保持肝脏的健康状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帮助快速排除肝毒的食疗方 连续喝上三天时间就可帮助我们排除多年的肝毒 还我们健康的肝脏 下面所有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准备二十颗莲子 莲子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 古人认为 莲子小清风之气得加强滋补 乃体之果也 莲子养心安神 健脾补肾 止肾固精的功效 不仅有助于缓解失眠 对医患咳嗽 肺部疾病 肠胃消化的人来说 莲子能通过补肾 增强身体免疫力 达到很好的润肺效果 莲子有非常好的清热 去火 排毒的作用 尤其是对肝脏不好的人来说 我们可多吃莲子 有助于降低肝火旺盛 防止修复细胞的受损 而且有助于磷子中的淀粉 加快肝脏酶的水解能力 将其转化为糖 储存在肝脏内 降低肝火 还能预防黄胆的发生 有助于肝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再来准备20克绿豆 绿豆被称为肝脏的解毒片 但因绿豆具有很强的解毒作用 能清除体内多余的毒素 可很好的预防食物或是药物的中毒 绿豆中所含的蛋白质多分类 也是解毒的器官 使用绿豆之后 能减轻肝脏的负担 并且绿豆还可解百毒 解酒毒 解披霜毒 解野菌毒 农药毒等等 平时我们可多吃一些绿豆 相当于给肝脏加了一层辅助 绿豆中含有很丰富的多彩蛋白酶 可保护身体肝脏 绿豆中所含的抗氧化功能 能保护细胞不浓素的侵袭 除此之外 绿豆还能缓解乙肝病情的发展速度 绿豆中的饼类氨酸能防止癌变 绿豆中的降血之作用 能防止脂肪的发生 绿豆是饱肝的良药 所以平时我们说到的 多吃一些绿豆是很好的 再来准备一些百合 百合有清热的作用 对身体肝脏还有排毒功效也特别的好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毒素累积 百合、蘑菇都有很好的养肺滋因的功效 能有效帮助肺部抵抗毒素 清除体内的毒素 我们要多吃一些百合 煲汤喝都是很好的 再准备15克薏米 薏米被称之为世界科本科植物之王 薏米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 特别是维生素B1维生素B的含量 非常的丰富 而且一米中富含氨基酸 氮氨酸等多种氨基酸 含有一定的脂肪油 糖分能帮助身体肝脏排出毒素 减轻肝脏的负担 现在医学药理研究 还表明了有防癌的作用 吸索含的新元素 能用到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可用于子宫颈癌 胃癌的辅助治疗 常吃一米能使身体轻盈健康 减少肿瘤的发病几率 还有特别好的清热去火的作用 天气燥热或是胸中烦闷的时候 包一些白果玉米粥 能很好地清除烦躁 使身体舒畅 心情好 一米中含有大量丰富的维生素液 维生素液是一种美容食品 常吃一米可保持人体皮肤光泽细腻 消除粉刺、色斑 改善身体皮肤的光泽 脸部红润又好看 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减轻肠胃负担的作用 能作为病中或是病后体热虚患者的食品 下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清洗干净 食材看似干净 但是有灰尘杂质的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多淘洗两遍 洗干净 如果东西洗干净 吃了比较放心 洗好之后放在盘中备用 我们再准备几颗红枣 清洗干净 红枣沟壑里面经有很多的灰尘 不好清洗的 我们可以多洗二遍 洗干净 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铁元素 红枣不仅口感好 自身的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 也是肝病治疗处方中常用的中药 中医很早就把红枣放在养肝汤里面了 能帮助肝脏排毒 红枣有非常好的保肝健脾 降低身体胆固醇 增强血球蛋白 抗过敏的作用 红枣中含有的酸体类化合成分 这种成分可抑制肝炎病毒的活性 还能提高吞噬病毒的能力 有补肝脏 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我们可通过食用红枣 其他的预防肝脏发生病变 并且能有效地保护肝脏 以免肝脏受到损伤 慢性肝病患者体内蛋白相对比较低 而红枣富含氨基酸 它们有利于蛋白质的合成 达到健脾养肝的目的 最后把红枣剪成小块就可以了 去除枣核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适量清水 盖上盖子 中小火慢煮20分钟的时间 里面的食材 我们可反复煮一天的时间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用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你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运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 我们的绿豆汤就煮好了 煮好之后就可倒入碗中直接喝了 这样煮出来的绿豆汤可去干火 排毒养肝 保护肝脏 特别是干火旺盛的朋友们 喝上两天的时间 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身体有明显的变化 时间长了 肝脏就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年轻 春天正是养肝的好时机 这个养肝汤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 做法简单 效果真的是立肝见影 特别的好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